外围跌得比较急 郑先生想请教你 6.08先卖了386 需不需止蚀 短期方面其实都很明显 386中石化 其实股价跌穿了 大概是50天线附近 意味着下一个关口 其实和现价都很接近 就是5.8附近 穿了5.8的话 进一步下市5.7水平 技术走势向下 但是我也建议可以暂时继续持有 毕竟看回它的业绩将会公布 其实估计毛利率方面 应该会有个岸年的改善 与此同时我更加憧憬 未来国企改革会有一个进程加快 而当中石油方面 是一个国企改革的 七大领域试点之一 即是意味着 未来将会召开的两会 如果真的炒了 就是国企改革概念的话 排除就是三大石油股 都有机会受到追捧 暂时去看的话 虽然股价就一般要挨 但是基本面 仍然有点充劲 继续持有 除非真的下晚一个估计 就是跌穿5.8才考虑 会不会着量减少少广大 我不建议全数估出 这个前景还看得挺好 就算跌穿5.8也不是全数估 而是第二注 说到油价 当然也离不开一个话题 就是航空股 虽然油价就下跌 但是航空股也是比较弱势 看看中施航空股 暂时跌了0.6% 报价4.88 还有宗小姐想问 跟航空相关的股份 就是做一些航天信息 就是中航信696 现在可不可以买衣裤 或者上网空间去到多少 反而这一只 其实我自己会比较看好的 因为其实中航信 本身是做航空相关的 一些系统和软件 有周小姐在这里跟你聊天 你好 周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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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什么股份 我想问那个729 729不用电动车 我去三毫半买入 你电动车 你都想她不想 现在一个低位走着 我去看电视 好吗 好 多谢你 Hannah 为什么 Hannah 分析得很详细 还有一点时间回答多位观众 就是杨生 就是说电池股的 天能动力819 7.2买 现在什么策略 天能动力和其他的电池股 其实今天的升势是非常之厉害 其实最主要是 憧憬就是今天刚刚出的 一些电池相关的一个新的 电池股的 今天也是升停版比较多一点 多谢Hannah的分析 休息一会 稍后再聊 欢迎回来节目时间 身边继续有Hannah在 你好Hannah 今天电话旁边有黄先生 你好 黄先生 黄先生 你好 黄先生 你好 你好 想问什么股份 我想问一只是1478 买了没有 我买过两次 一次是五个 半城国外的 Hannah 不如我们留意下一只移动股 就是8052 创业版的股份上市三个月 在下午突然急错 其实都有少少消息想和大家介绍 这一只做一个娱乐传媒方面的公司 他之前根据他的资料显示 他的基础投资者里面是一个韩国的艺人 今天中方来说是因为杀德的问题 亦对韩国的旅游方面出了一些预警 警示等等 会不会市场有一个忧虑 搞到连这些做文化娱乐相关的公司 也有一个估计 其实就是因为他其中一个股东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出名的韩国艺人 就是Big Bang的一个成员 可能市场之前就是憧憬 其实本身就是陆庆娱乐 都是做一些娱乐相关的 配合股东 会不会在韩国方面有些娱乐业务方面的搞作呢 其实就之前是曾经会有一个是憧憬在这儿 但是当然现在限行令一出的话 对于股价来说 就变成这个憧憬就是减少了 实际上的业务会不会有影响呢 暂时其实没有的 不过要留意一下 其实本身这一只公司的业务 其实那个基本面都不是真的那么强的 这一只股份交投缩落不止 并且就是炒组概念其实都有一点牵强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货的话 都要趁它反弹沽出 有货的朋友趁反弹就很沽出 暂时来说本身2.4%跌幅已经是扩大到7.3% 暂时来说是跌幅最大的股份 但是是不是没有货的朋友 也都千万不要现在追进去 不追了 就是这一只股份 你可以说跌了那么多会不会拨一拨 就是技术性反弹 但是正如就是好像跌一把向下 跌一把向下跌的多 风险是非常之高 不必胆拼胆 不建议买入 还有成交不算活的 这只股份 曾经升到3% 报仇3.66 升到1.2% 电话旁边有许小姐在这里 你好 许小姐 你好 谢谢 你好 你好 我走完6.8% 现在这个价格又不能进去 不计算 是 走完跌跌1% 电话旁边有陈泰在这里 你好 陈泰 陈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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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想问一下 我那只1030的 买了没有 买了的了 我一个7.2买的 我看它的走势是怎样的 好啊 如果单看走势的话 暂时有少少危附 但又未危得那么明显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你会见到 过去五个交易的 都在20天线至50天线附近 就有一个 10天线至20天线附近 有一个拉锯 其实就是 不单只是一些内房股 看看最差的蓝筹里面 排第二第三位 都是一些砖头股 还要是本地砖头股 地产股 就想问1113 杨太他就说 57元买的前景是怎样的 是 其实短期方面 所有的本地地产股 真是没有运行 是因为最主要的就是 加息 是的 加息 并且加息的预期升得很快 讲一个星期之前 美国加息预期在三月份 好啊 暂时报告51.5 多谢Hannah这么详细的分析 一星辰 稍后再谈 Hannah和王莹在这里 另外我们今次收市 就找到视窗电线 王偉豪一起与我们 主持节目的几位你们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Wafi 关于市场 今天的市场 刚才Rafi大包围所有因素 全部都是觉得 会利淡多些 你是否这样看呢 我都淡淡地的 我都觉得短期方面会调整 当然刚才Rafi提过的因素 我绝对认同 因为其实看回美国联储局加息 未来三月份加息的机会是非常之大 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 不是一个理淡消息 因为美国会憧憬 就是经济加快 欢迎收看环球财经快讯 港股跌过百点 去到三星期的收市低位 全个星期累计跌四百一 有数据显示 本港私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仍然不稳固 认真力 摩根士丹尼预计 今明两年美国会合共加息七次 本港公留人士的负担也会相应加重 但有按揭业界认为 本港的息口加幅未必会跟着 美国联储局再有官员表态 说今个月加息的理由充分 利率期货显示投资者预期 今个月加息的机会率 一个星期之内 由三成曾经急升至到九成 ASM太平洋话半导体行业复苏 带动新增订单 今年头两个月的订单 已经超过去年第一季度的总和 预计今季收入和订单 按年都会有双位数字的强竞争 节目声音就够了 再会